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马铃姐 50年代初期 西班牙 法国等多个国家的人民 忽然不约而同的收到了许多奇怪的信件 这些信件上的内容完全没有重复 他们有的会写上奇怪的文字 有的会画上奇怪的机器 甚至还会出现从来没有见过的建筑物 而他们都有个共同点 王字符号 由于收到信件的人大多分散在不同国家 以至于一开始几乎没有人重视这些信 直到西元1967年 法国知名天体物理学家让皮埃尔佩蒂特 出版了一本名为真正的外星人书籍以后 其他收到信件的人才终于知道 原来这些信件竟然含有对人类来说 极为重要的资讯 根据皮埃尔的说法 自从1950年代以后 他时常会收到不明信件 这些信上面的字体 他从来没有看过 因此也搞不懂上面到底写了什么 直到有天 原本陌生的字体忽然变成他能读懂的文字 他才惊讶的发现 这些信竟然是来自 莫夫424星系的 羽魔星人 重点是其他收到信件的人 后来也不约而同的收到了自己能读懂的字体 于是在接下来几年的时间里 羽魔人以通信的方式向地球人介绍了外星人的科技 以及介绍了人类所不知道的宇宙运作模式 而这些宇宙运作模式 也在十几年后 被我们的科学家证明是真实存在的 令人惊讶的是 与魔星人还在信件中 透露了三则与地球有关的预言 那么这些预言 会不会也在日后被验证呢 在今天影片开始之前 再请大家动动你的小手 按下马琳姐频道的订阅按钮 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任何马琳姐的影片哦 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聊聊 15光年外的外星人预言 西元1934年 地球无线电技术忽然快速发展 此时一艘来自莫斯科的船只 正在攻海上做无线电讯号实验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 在这次实验过程中 一条无线电讯号 竟然奇迹般的冲破了地球 射向宇宙深处 直到15年后 一个名叫羽魔的星球 捕捉到了这条讯号 羽魔星人这才发现 原来银河系里 还有一颗名叫地球的星球 当时这件事情 还得到了羽魔星人 总理事会的高度重视 总理事会立刻传唤了 他们的科学家 对这段讯号进行分析 最后他们推算出 这颗星球上的居民 正在利用正方定律传送讯号 正方定律是与魔星人 形容无线电讯号的称呼 因此他们称呼地球为 方形星球 代号奥亚加 经过几次严谨的会议 总理事会一共派出了 三艘考察队伍 出发前往奥亚加 在出发之前 考察队伍还需要先将目的地 设定到讯号来源所处的宇宙 在确定宇宙之后 才能开启宇宙窗 穿梭时空 也就是说 根据宇魔星人的说法 宇宙的确不只有一个 而且在星际之旅之前 还需要先确定宇宙坐标 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当时是以 折叠宇宙时空的方式来飞行 因此只花了六个多月的地球时间 就来到了14.4光年远的太阳系 经过六个多月的时间 宇魔人终于来到了太阳系 但当时他们并没有立刻登入地球 而是先环顾了太阳系一圈 然后他们发现 太阳系里已经有其他星球的考察队伍 与他们一样正在观察地球 在完成初步的了解以后 远征队伍就派出了探测器 正式飞往地球 探测器是以电磁流体为动力的飞行器 简单来说 就是运用地球本身的磁场 作为动力来源来飞行 探测器看上去会像是一个碟子 碟子的上半部是能量转换器 它会负责供应探测器内部 所需要的能量 碟子的外层使用的是一种特殊金属 它虽然很轻 但却非常的坚固 第二层称之为磁控式 这里会负责产生飞碟的动力 再往里看去 就会看到一种胶状物质 此物质是由亚和亚 在高压的环境下形成的混合物 它可以减缓飞碟在飞行过程中 对人体产生的不适感 也可以在意外发生时 起到缓冲的作用 在最里面就是人员的乘坐空间 称之为扶舱 这个扶舱单独来看会是环状的结构 扶舱里面有自己的引力场 所以待在里面不会有任何加速度的感觉 就算是飞碟忽然旋转了360度 你依然不动如山 当时云摩星人就是搭乘这架探测器 完成初步探勘 而就在完成初步探勘后 他们发现地球拥有非常多的物种 为了要更好地了解地球 远征队伍里有四男两女决定留守地球 继续观察 而其余的队伍则必须要在宇宙窗关闭之前 进入时空隧道返回宇摩星 西元1950年3月28号 宇摩星人在法国普罗旺斯 一个名叫拉哈维的小村庄正式登陆 由于他们与人类一样 在宇宙中是属于人形种族 因此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是不会察觉出他们是外星人的 但他们的衣服可就不同了 考察队员的制服 是用一种特殊的金属丝制成 它非常的柔软 除了会紧密包覆与魔人以外 还会发出湛蓝色的光芒 所以讲罗后与魔人的第一件事 竟然是寻找地球人的穿着 根据法国一名记者克劳德·波赫的说法 当时与魔人的信件被报道出来以后 他又前往当地进行调查 结果竟然真的查到了 在1950年曾有多户人家通报 家中的衣服鞋子帽子不翼而飞的记录 由此可见 此事还是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而在寻找到衣服以后 羽魔人就开始潜入人类的社会 然后他们惊讶的发现 地球人竟然有一种称之为艺术的行为 这种行为几乎不曾出现在 其他星球的智慧生命中 所以羽魔人当时还一度无法自拔的爱上 听音乐这件事 原本考察队伍预计在地球待上半年的地球时间 就会返回羽魔星 不过这个计划后来却被紧急终止 因为他们发现地球人竟然正在研究核武 这样的行为在羽魔人看来就像小孩玩火一样非常危险 于是他们立刻与当时掌握此项技术的美国 进行了第一次的联络 并提出如果美国放弃研究核武 羽魔人就会愿意传授科技给予美国 不过最终 美国不但没有接受羽魔人的提议 反而还与另一派外星人合作 这个部分非常精彩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回去看看 马琳姐的外星人秘密交易 虽然羽魔人最后无法与美国人合作 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地球 而是开始与一些特定身份的人联络 这些人分别是不同国家的科学家 数学家及发明家等等 并适时在他们的研究道路上 给出善意的指导 但一开始这些研究人员 并不相信羽魔星人真的是外星人 因此为了要取信他们 与魔人决定公开展示自己的身份 西元1966年2月6号 一名名叫乔丹佩尼亚的电信工程师 在与摄影同好相约拍摄风景时 意外拍下多张带有王字型的飞碟 令人惊讶的是 在乔丹拍摄到飞碟以后 就开始有更多的人 陆陆续续在当地拍到了 同样带有王字型的飞碟照片 甚至还有人拍到了疑似飞碟着陆的痕迹 毫无疑问 连日出现的飞碟 已经足以证明羽魔星人的真实性 于是就在大家的重视下 一个高度发达的外星文明 逐渐出现在了众人们的眼前 根据羽魔人的信件 羽魔星球位在处女座沃夫424 它距离地球约14光年远 值得注意的是 早在1941年时 就已经有天文学家观测到了沃夫424 但当时的科学家认为 它与地球的距离 仅只有3.69光年 直到1966年 科学家才将沃夫424与地球的准确距离算出 但早在科学家算出来以前 羽魔星人就已经在信件里 指出这点错误了 羽魔星人继续说道 我们的星球与地球差不多大小 有62%的面积是海洋 但上面只有一块大陆板块 物种方面与地球相比少了非常多 这是因为我们的星球存在了两颗太阳 再加上地表火山频繁爆发 导致物种非常稀少 打气模式与地球成分类似 但比例不同 我们的氮气占了65.93% 氧气占了23% 其余的气体有仙气 氯气 甲烷等等 由于拥有两颗太阳的关系 导致了羽魔星球的地表温度 非常的高 为了要更好适应气候 羽魔星人的建筑物 都具有上升及下降的功能 白天时只有顶部会露出地表 以便吸收恒星能源 直到傍晚 整体建筑物才会自动上升 目前我们的平均寿命 相当于地球人的一千多岁 由于演化的关系 我们不再使用声带来沟通 而是以心电感应的方式来传递思想 不过一出生的羽魔人 仍是具有声带 只是声带会在发育的过程里逐渐萎缩 而为了要方便与地球人沟通 来到地球的羽魔星人 都会安装电子声带 这种机器会协助残存的声带 进行发声 但发出来的声音 会与地球人不太一样 这边玛琳姐有找到一段 羽魔星人与地球人沟通的录音带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带有鼻音的部分 就是外星人的声音 由于羽魔星球只有一块大陆 再加上他们不像地球人一样 有不同肤色的人种 而是只有白种人 因此在他们漫长的发展史中 几乎很少会出现 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唯一一次比较大的战争 是发生在3000多个羽魔年之前 当时羽魔人崇尚科学主义 凡事都以科技发展为优先 于是在这样的风气下 科技突飞猛进 首先他们淘汰了 原本的地面交通工具 诺亚欧瓦 改由等离子马达飞行器 来代替行走 而除了运用科技 让生活变得更便利以外 他们还致力于研究宇宙的奥秘 接着他们发现了宇宙不只有一个 而同个宇宙还分成了若干维度 因此他们研发了各式各样的星际飞船 好去探索所有的宇宙 一开始这样的发展乍看之下是好的 直到后来在不知不觉中 科学家们渴望得到更多的答案 甚至不惜以武力逼迫人民来做人体实验 于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羽魔人推翻了科技政府 改由高级委员会来领导羽魔星球 高级委员会是由四人组成的委员会 这四个人从一出生就会被超级电脑选出 并接受严格的训练 他们没有科学家聪明的大脑 但他们有非常高的道德标准 在做任何事之前 都会以人民的利益为最终衡量的标准 其实不只有最高委员会 事实上所有的羽魔人 在一出生时都会经由超级电脑 先测量出婴儿的智商及擅长的领域 测量完成以后 就会定下他的未来职业 而不管电脑如何分配 羽魔人只会接受 因为他们认为过多的选择 返回造成不必要的烦恼与纷争 刚出生的婴儿会先由原生家庭抚养 但到了13岁 他们就会离开家里去到学习机构 直到长大成人之前 都不能再与父母联络 这是为了防止父母灌输小孩 他们的思想 高级委员会希望 每个羽魔人都拥有自己的想法 而不是变成上一代人的影子 不过他们的父母 仍是可以透过家里的半球显示器 实时观看孩子们在学校的三维影像 羽魔星人曾在信件中指出 也许地球人会无法理解他们的生活模式 但自从这个制度实施以后 羽魔人就变得不会去计较私人利益 也不会再去烦恼人生该如何度过 反而多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 如何让自己在有限的生命里 帮助更多的人 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羽魔人会选择 留在地球上的原因 因为根据他们对地球的了解 地球最终的结局只有三种可能 而其中的两种结局 不会是大家乐于见到的 羽魔人说到 自从人类选择研发核物以后 离末日竟只有一线之隔 为此羽魔星人及其他善良的外星人 都在尽自己所能帮助地球人类 他们希望人类能够尽早明白 生命的意义是在于 学习如何帮助他人 而非毁灭 不过从人类至今 还是拥有核武来看 他们认为核战迟早会发生 而这就是第一种世界毁灭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 根据知情人士的透露 目前羽魔星人已经在法国 西班牙南斯拉夫 辟建了三个紧急避难所 一旦接到核战即将发生的 撤退指令 带在地球上的200多位羽魔人 及少数与羽魔星人合作的地球人 就会火速赶往最近的地下基地 基地里已经提前备妥了生活物资 即使生活个一到两年 也不是问题 等到陆地稍微平静一点 羽魔星球就会派遣飞船 将基地里的人全数接走 而如果战争不是突然发生 而是接近到一触即发的 紧急程度的话 那么留守在地球上的外星人 很有可能就会直接接管地球人 羽魔星人说 接管地球从来不是高阶智慧生命的选项 但核战一旦真的爆发 它的能量将会影响到其他宁静的外星文明 所以如果地球文明无法克制住自己的疯狂 那么外星人将会大规模的登入 而这就是第二种地球结局 第三种结局是最好的结局 同时也是羽魔星人最希望地球会发生的情况 羽魔星人说到 如果在外星人的帮助下 地球人愿意提升灵性意识 当人类的良知战胜欲望 正义就会取代邪恶 那么人类不但不会灭亡 反而会因为灵性能力的提升 进化到下一个阶段 开创下一个地球神势 所以还是那一句老话 人类的未来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我们自己决定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还有可以到这几个平台 来关注我 我们下一集影片见 大家拜拜 by bwd6